因為既然有這麼多交易日 就連續下錯 重錯下殺 已經有很多人出套房了 這個時候是應該要加碼 攤平 還是就全部都認賠殺出呢 這個問我就對了 我存股17年 我碰過08年金融海嘯 跌到395點 我記得15年的時候 我出低本書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大陸什麼TIF風暴 哇 每天開盤就跌 大家最痛苦的就是 看到每天開盤 最好都不要開盤 因為一開盤就會跌 對 也是大跌 去年3月 新冠肺炎的時候 也是大跌 對 但是跌那幾個交易 那很短啊 那很長啊 今天晚上要跌一年 可是那時候開的時候 3月多的時候 跌馬上就止血就上去了 但是它跌很深啊 對啊 跌8000多 我例如說經過這麼多次的經驗 嗯 你怎麼都 對 就是 買啊 都是買 沒有一次例外 最後都會賺 可是買要買對 對啊 買要買對 有些股票不能亂買 那我在這邊可能不方便 推薦什麼股票 我會說 它可能比較不受景氣影響 不受景氣影響 不受景氣影響的 產業的龍頭股 市債率可能超過30% 40% 它是老大就對了 沒有什麼競爭者 這個你逢低就可以加碼 那很多人就會直接問說 那到底是要存個股呢 還是要存基金呢 還是說現在如果真的新手 看了我們的節目的話 是不是直接 ETF不要選 對啊 因為大家都是想到就是ETF 對 因為ETF好像是 從這幾年的顯學嘛 嗯 但是華文老師你怎麼看 第一個 當然我是以前是自己存股 因為我看了股神巴菲特的書 對 我就是學他 是 但是一般人可能要上班 那可能 可能他也不是理工幣 他可能看到微積分 看到數字他就頭暈了 對啊 對 就看到那個財報 哇 這麼多數字我就頭暈了 所以他可能沒有時間去研究 然後沒有能力去研究 然後常常買錯股票 對啊 那你可能就最好不要假傲啦 因為只有5%人會賺錢嘛 你就不要製作聰明說 你要是股神 我覺得交給專家就可以了 對 那有兩個嘛 剛剛講說ETF跟基金對不對 對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基金 嗯 為什麼呢 因為ETF它是被動的 就是說 它可能有一個 這個規則 可能這個股票 然後被綁到一個package之後 對 它不容易更動 對 可能它 可能漲高了 ETF可能覺得 它超過它的標準 就可以把它納進來 但是它跌很多 它可能 就是達不到那個標準 又把它剔除了 對 我們很多ETF是這樣 它是被動的 就是沒辦法 它規則就是這樣定 像今年的航運股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一30就把航運股 全部納進來變成 它的成分股 就是這樣 就它漲到兩三百 只要很高的時候 把它拿進來 那這宏達電也是啊 它漲到很高的時候 就把它拿進來 可是那宏達電一直跌 跌到三四 它把它放出 就是踢出去 嗯 可能就是 不過長期喔 它的績效還是 還是不錯啦 就是跟你追蹤的那個指數 就是差不多 但是你不可能超越它 但是我們基金就不是了 我們基金是比較 著重在主動投資啊 就我們看這個產業 或這個公司 可能不對了 我們就趕快賣掉了 然後不像說 ETF可能要等很久很久 才把它剔除 或者說 我們看到一個產業 或個股 這個公司 未來可能前景不錯 我們就找就逢低 就加碼了 怎麼可能等到 它漲到天 我再去買呢 對啊 所以它這個績效 長期績效會比較好 對 它是這樣 是 是 那一天 可不可以 是 那一天